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脑供血不足症状减轻就要经常找个空气新鲜的地方进行深呼吸和慢吐气 以增加我们的肺活量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 如果脑供血不足的症状非常严重 那么以上方法仍然是不见效的 就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去及时治疗 必要时就要动手术了 好了 今天的养生时照视频就到这里 是不是简单易学呢 欢迎收藏转发备用 帮助美珍 学习更多的养生妙招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